观众朋友以及各位媒体记者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4月5号 宜兰县疫情指挥中心 所举办的疫情记者会 刚刚在两点的时候 部长跟大家报告 全国今天新增加了216位本土案例 其实近期以来最高的一次 那么宜兰县今天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想是不是请林志淼 林县长跟我们的县命做个报告 县长请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各位记者媒体的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中央宣布宜兰县县新增了 三名确诊的个案 其中一位也就是24731号 24731号 我们昨天已经向大家报告过了 接下来就报告 另外两个案例 以及一个未立案的个案 这些都是五道教室传播链 也就是居家隔离的期间 应转容的个案 案号呢 24882号 884号 是五道教室的学生 是未满十岁的女童 也就是案号 也就是案号24545的妹妹 之前呢 被匡列居家隔离 昨天呢 因转容 案号24978号 以及一位未立案的这个个案 这两位呢 都是五道班学生的这个妈妈 在照顾孩子期间呢 不幸被传染 但因为呢 被略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因此呢 没有任何的足迹 今天的确诊个案 都是被 被居隔的这个个案 对社区影响很小 之内也呼吁大家 没有人呢 愿意生病 也没有人 呼吁把这个病毒呢 散播出去 请大家呢 互相加油打气 让我们呢 走路度过了这个难关 接下来呢 报告疫苗施打的状况 第一次呢 涵盖率 81% 第二次呢 76.6% 第三次呢 50.8% 我们持续提供 疫苗接种的服务 请民众呢 赶快施打疫苗 让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好 我们继续 接下来呢 由我来补充报告 一些医疗方面的细节 各位看到 可以看到 今天真的本土案例 增加非常的多 216例 不过在宜兰县呢 靠大家努力 目前今天是 新增三位 其中有两位呢 是中央公告的 那有一位 刚刚现场跟各位报告过 中央公告的三位里面有一位 我们昨天已经先报告过了 那今天还有一个 尚未立案号的 我们也顺便做一个报告 目前呢 我们宜兰县本土累积个案 从两年前开始到现在 总共是136位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 筛检是18万8千多笔 目前阳性是0.02% 那全国呢 最近真的是增加蛮多的 已经到了24866个案例 各位可以看到 从最右边这个线条 最近这几天的确是比较多 但从昨天开始 所有的个案都已经在居家隔离状况之下 应转阳 对社区影响几乎是没有 那这也是靠我们医疗团队 很努力的 很快速的去做筛检 然后去做匡列 才能 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 这次目前大概24个个案 是在本县发生的 有接近四分之三 是在居家隔离期应转阳 基本上对社区是没有影响 靠着这一点 我们把这次这个案子对社区影响降到最低 这张图表呢 我们是重新制作了一下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案例 可以看到 总共是这里面27个个案 黄色的在左上角的三个 是在外 属于外县市 因为它本来在外县市 可能在外县市感染 然后带到宜兰来 剩下的24例里面呢 跟舞蹈补习班相关的 包括学生跟行政人员有13位 那么之后呢 传给他们的家庭照顾者啦 等等的 是剩下的这个 还有 除了一位老师以外 还有剩下大概有10位左右 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啦 同学等等的 那这一次呢 其实上个礼拜 我要再次感谢 县府团队 以及我们三家医院 这个团队 真的很认真 可以看到 我们包括了 一个高中 一个国中 三个国小 加舞蹈教室 还有社区筛检站 总共一个礼拜 我们筛了6500多个 以上的人 来找出这些个案 那也的确找出了 这个总共是24个个案 靠这些努力呢 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 当然还有三个个案 是在外线市 属于外线市的 那当然各学校 也做了一些框链 那么包括了 总共有233个同学 被我们框链为居家隔离 当然是有些不方便 但是为了整体的健康 泄民 以及自己本身的安全着想 这个框链是有必要的 是在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做高度监测的环境之下 来观察 有没有发病的状况 那目前为止呢 这个舞蹈教室和宜兰相关 包括外线市的三位 我们了解 总共有27位被感染 其中老师有四个人 有三位属于外线市 学生及行政人员有13位 这方面包括学生跟行政人员 家长包括父母 外祖母的话 有六个人 兄弟姐妹有三个人 同学有一个人 所以总共是27位 当然我们还是强调 那么 目前为止 大部分个案 都是在居家隔离期间 应转阳 对社区是没有影响的 对学校也没有影响 请家长放心 那正好这几天是廉价 那么也请家长注意一下孩子们 我们是做自主健康监测 如果任何不舒服或感冒症状 赶快就医 我们会及早发现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们接到消息是还好 不过绝对不能够放轻松 那我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医疗团队 即使在廉价的时候 那么还是持续在筛检 全天后的提供筛检 像今天4月5号 那么就是 罗东圣母医院下午又开始筛检站 明天正常上班以后 三家医院的筛检站 全部恢复正常 那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如果任何问题 请赶快去筛检 特别是亲密廉价 结束以后 未来这两个礼拜 绝对是我们观察重点 我们还是呼吁 有到外县市的 或者是说 省与外县市的人接触 像昨天就有个足迹 是外县市回来扫墓的 其实 只要有任何不舒服 赶快去筛检 也通报我们 昨天有足迹的个案 也很感谢我们县名朋友帮忙 真的很积极地提供很多的消息 让我们能够做及时的框点 希望把这些 一起能够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当然我们的接种率 现在看起来 大家也都更愿意配合 所以我们第一季的涵盖率 已经达到81% 第二季是76.6% 第三季也已经接近51% 明天正式上班了 我们61所 卫生所及医疗员所 都提供疫苗的施打 请大家 还没施打不管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赶快去施打 因为只有施打好疫苗 我们才能够降低染疫的风险 万一不细染疫了 也可以让它变成非常轻的轻症 我也跟医院联络过 目前打过疫苗的 即使得病的话 它都是属于一种轻症 像感冒一样 对身体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还恳请我们的县名朋友 还没有打疫苗 赶快去打 特别是长者 如果长者还没打的 也请我们的 我们子女们 带着他来打针 来打疫苗 我们会进行最好的服务 以上是我们今天 对医疗方面的一些 简单报告 还有我们的记者女士先生 还有幸福团队 尤其是我们的卫生局 所有的同仁们 这是一天的廉假 大家辛苦了 虽然是廉假 但是我们为着 大家的健康安全 所以随时都注意了 这个疫情的状况 告诉所有的医人姓名 让他们知道 疫情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合作 一起努力 今天呢 是清理人假的最后一天 未来两周是观察的重点 如果这段期间 有到外县市 或接触到外县市的亲友 请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提高警戒团结合作 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所以我也请宜蘭的姓名 各位乡亲好朋友 就是口罩一定要戴好 这是最基本的防疫 所以在这段 这四天年假当中 大家辛苦了 谢谢你们 我们都一起努力 拼出宜蘭的好健康 谢谢大家